电影的源头来自他的一首同名诗 诗中感慨美在商业化 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已经消磨殆尽了 高秦健说他要借这部电影 发出一个呼唤 期待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现如今满世界目光所及 铺天盖地到处是广告 恰如病毒无孔不入 堵都堵不住 演员走在热闹的街道上 配上中文 英文 法文 三种不同的语言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高秦健的第三部电影诗 美的葬礼 高秦健说语言只是一种线索 希望民众能够从蛛丝马迹中 思考美的定义 电影是一个完全的艺术 他要把中多的艺术表演手段 找到一个切合的方式呈现出来 因此做这个电影诗 困难那当然比直接用语言来写诗 这个语言写诗我很早就写出来了 电影诗《美的葬礼》 源自于高秦健同名诗作 花了六年才完成 高秦健说每一个镜头都代表一句诗 打破旧有的电影框架 而且电影里没有一个镜头是实景 所有演员都是合成的 电影师《美的葬礼》没有故事主轴 从画面以及旁白中感慨 《美的葬礼》已经死亡 被现代化以及商业化消磨殆尽 高秦健说这部作品不给答案 只给问题 除了重新省思艺术价值 也思考人类的生命意义